SUV 这三个字相信大家不会很陌生啦 毕竟这三个字已经称霸我们汽车市场很多年 原因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个SUV 消费者都会去买这种类型的车 也因为销量很好 它吸引了这些超跑车商还有这个 奢华汽车品牌的制造商 来focus推出自家的这个SUV 所以就比如Lamborghini推出的Urus 它本来就是一个 性能品牌做超跑的 你没有留价出一个A70给你对不对 所以它就出了这个新能SUV 也因为这样陆陆续续 很多的这些超跑制造商都推出了自己的新能SUV 它们的性能真的不是跟你玩玩的 0到100加速3秒左右 3秒是什么概念 先不要讲钢炮 超跑都可能会跑输它们 在加速这方面 可是全世界那么多新能SUV 究竟拿10款新能SUV加速最快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聊一聊 在还没有跟大家聊一下分享下全球十大最快加速SUV之前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 一定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啊 现在就subscribe了 敢敢去subscribe 旁边按了旁边有个button的 有个link long的啊 你敢按下去 有video你就立刻知道了 OK 全球十大家速最快SUV到底有谁 我们先讲第十名啊 第十名 是什么 是Jaguar F-Pace SVR 这一辆SUV啊 搭载5.0V8 superjust机械增压引擎 0-100加速3.7秒 它的最大马力550hp 扭力680Nm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hit到300kmh per hour OK这样第九名是谁耶 就是Porsche的Mekan Turbo Performance Pack 明知这样长我也不知道做么啦 我不用紧继续讲 就是它搭载了这个3.6V6 涡轮增压引擎啊 马力440hp 峰值扭力600mm 可是它的这个0-100加速啊 只需要3.7秒 这个速度也不是玩玩啊 Mekan你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辆 所以你不要跟他们玩玩啊 它一踏油你可能灯都看不到啦 OK这样子第八名是谁耶 就是来自德国的这个BMW V6X 有点难念啊 我们这一天X6M X6M搭载4.4V8 Twin Turbo温轮增压引擎 它的马力达到567567hp 峰值扭力740Nm 它0-100加速 同样是3.7秒 它的最高时速啊 外国人测试啊 外国的媒体测试啊 要超过300kmh 是简简单单 没问题 OK这样子第七名是谁耶 你看我拿电话就代表它的名字 不是很长就是很难念了 第七名是 Alfa Romeo Stelvio Quali Forglio 它这个就不简单啊 虽然排气量2.9V6啊 可是它用的Turbo是B Turbo OK而且这一具引擎啊 是Ferrari调教出来的 所以它的马力啊 直接达到505hp 扭力600Nm 0-100加速 3.3秒 最高时速300 没有问题 简简单单 一脚踏300 OK这样子第六名是谁耶 就是ZEEP Grand Cherokee Trackhaw 这一款美国Zero SUV啊 它搭载6.2 Superjust 机械增加引擎 它马力707hp 扭力达到了875Nm 它0-100也是3.3秒 最高Turce Speed啊 可以去到290kmh 真的是很快啊 而且 这一辆车 我们美罗西亿也是有哦 在你的那个Role Force Sudan那边 有一辆 OK这样第五名呢就是被这个Porsche Cayenne Turbo拿下了啦 它搭载4.0的V8 Dwing Turbo温轮增加引擎 马力541hp 扭力770Nm 它0-100加速 3.2秒 它的Turce Speed啊外媒 是测试到285kmh 这个速度真的是 很快啊3.2秒 这个什么Supra啊Z4啊 什么A45ST表最强钢炮都不过它来哦 根本是围灯都看不到哦 OK第四名呢就是 Pensy拿下啦 Mercedes-AMG GLC63S 有一个S就代表是很够力了 它搭载4.0 V8 Twin Turbo 温轮增加引擎 它的马力啊510hp 扭力700Nm 0-100加速 也是3.2秒 而且它的Turce Speed啊 官方宣称是250被cut啊 可是真正外媒 测试在Highway时候 280-290kmh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名这个季军宝座叻就是被有 这个奢华品牌拿下 Pentley Bentega Speed 有Speed也是 有料就对了啦 我跟你讲这一辆车我很记得我在Highway我回Kampong我遇到他 一过 Smartec一过多 他一踏油 我不要讲烟闻不到啊 他应该是我在乙宝还听到冰城了 他哦有6.0 W12 温轮增加引擎 而且是Twin Turbo的霜瓦轮哦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600hp 它的峰值扭力 900Nm 它0-100加速3.1秒啊 它的最高时速原厂是讲 最少可以300kmh 所以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的这种 老Vios追不上我 油门我都跟他堆到engine里面去啊我都追不到他 OK 这样亚军宝座是给谁拿叻 是给月入购案的团队啊他们的dream car 就是Lamborghini Urus 其实讲真的啊他就是一辆Audi RSQ8的环壳吧 他拿那个纽约标准上去 就是Lamborghini了 可是不要小看这辆Urus哦 它搭载4.0 V8 Twin Turbo温轮这辆引擎 马力达到640hp 峰值扭力850Nm 0-100加速3秒 0-212.8秒 跟我的Vios0-100加速一样 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Vios OK啊 OK啊 可是他TOS比305kmh啦 是SUV里面数一数二快了我的Vios最多是他的一半 一半 这样子冠军宝座啊就是背一辆车 你们猜一下 这样子 你们觉得是什么车 就是Tesla Model X Performance车型 这一辆车啊虽然是纯电EV车型可是它马力778hp 它的扭力直接破千啊1140Nm 0-100加速2.6秒 这一个连Ferrari什么488GTB啊什么Lamborghini都是 不放在眼里啊根本就是舒华很多条街 OK以上就是全球10辆加速最快的新人SUV啊 不知道你们呢喜欢哪里一辆呢如果你们要买千万不要找小明 他越入过买不到我跟你讲 有一个方法100%买得到 狗银笔上呢又到个 炸香蕉可以的没问题的 OK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影片呢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旁边那个小铃铛 记得打开这样子我们有新的video你就会收到了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